回来节目时间 邵机湾单栋楼拍汇供应大约230个单位 主打开放式和一房 2015年开售至今 现在剩下4个特色单位未卖 项目上个月开始收楼 验收的是标准单位 接近210尺 属于开放式 交楼的手工理想 但是部分的设计就令人难以理解 厨房的抽油烟机摆位和炉头不对称 浴室关门后 棋缸变成密封 设计不离通风 行地发展的拍汇供应细单位 加上围住市区 两年前开售的时候 吸引到不少投资收租客 验收单位的业主就是投资者 一手价430多万买入 计划以14000元放租 估计收租回报可以有近四例 单位209尺 客饭厅和睡眠区集于一身 只是占60多尺 胜在楼底高有10尺 可以考虑透过升高地台来增加储物空间 这边这么高 很高 接近三米几 空间 其实可以放高柜层架 下面应该做一张工作桌 因为在冷行走进来 可能在这里已经刚好齐 这条线就做两级上来 这里做一个比较正式的升高地台 另外床下面这个位置 可能在升高地台空间做储物也好 塔获的地盘呈牆方形容易剪裁 标准单位楼层有10个单位 一边向内街乘安里 另一边包括盐楼的K单位向大石街 标准单位一律设有露台 以劏折门分隔 抽手的设计 有机会令到业主有出无入 要留意这个拉手 关门的时候一定要是外面 因为刚才我没有意义到的时候 那个拉手是这样摆的 当你一关门 只是不关门 关门到这里 其实拉手原来收到里面 关门到这个位置 拉手没有了 因为刚才花了不少力气 才可以拔开门 厨房的工作台面长大约4尺 煮食炉头摆近右边 和抽油烟机安装的位置不对称 看高头看着 当我煮食时开抽油烟机 拉出抽油烟机 我们发觉到有点怪 因为抽油烟机虽然有很多猛风 但其实你看那条线 在垂直的角度 其实它可以覆盖到没有一半的路头位 其实这个有点怪 你也知道煮食和水蒸器就全部跑出来 其实我相信它可以抽到一半多点 另外就飘出这里了 浴室没有窗 主要靠抽气扇通风 但当奇哥整幅玻璃屏风关门 内里就好像密室 浴室有个门 这里有些疏难 其实是通风进去 这里就是通风进去 这些风进来之后 就靠天花上有个抽风喉 抽走 当我们关门了之后 其实有抽风 先风怎么进去 因为如果只是一个密室 抽风进去 就是靠门 只是索风 那是否理想呢 因为如果它防水防得很密气的话 其实可能空气也很缺 因为里面是热 会很焗的 单位的手工质量不错 测试之后没有漏水 墙身和地板也没有空心的情况 泡沛提供234个单位 标准单位已经全数卖出 现在还剩下4个特色单位未卖 全部位于顶层 两房间隔 面积531至604尺 摄实售价最低1,600多万